老伟和刘嘉玲都很喜欢吃这一位五星饭店主厨陈伟强做的菜 他经常到国外来学菜教菜 还因此精通五六种语言 从七千元的学徒变身成了百万大主厨 说的中文 韩文 马来文三国的语言 不是商务人士 而是港新最爱的粤菜大厨 汆烫龙虎般不断冒出泡泡 瞬间把鱼肉烫熟 倒入花椒 麻辣汤头红通通的川菜水煮 鱼沸腾而生 改良川菜它可是有秘技 好像我们的发酵 辣椒给100克 每样给100克 这样很麻很辣 对不对 但是我都来到台湾 我必须要尊重 接着台湾人的口味 顶着五星大厨的光环 陈伟强香港人36年的厨师资历 一路从外厂做到内厂 薪资也从七千元翻倍掌 翻一翻千 再打 再打 一口流利的中文教起学徒 他周游过韩国 印尼等国家 但一句韩语也不会说的他 一切从零开始 跟小弟沟通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讲 他有时候听不明白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跟他讲 哎 阿姨阿姨你好啊 就我们有手语啊 到过不少国家把东南亚的榴莲布丁 带来台湾加入奶油冰糖搅拌 甜度减少三分之一 不断创新 这也是他的料理哲学 哎呦 我不吃榴莲啊 榴莲我受不了 我放点奶油 它调好是这样子 调好是这样子 你吃的时候 没有口味没有这么重 不断超越自己 每一道料理 对陈伟强来说 都有他周游 列国的记忆 还有对美食的坚持 东森台经新闻张一华 吴佑树台北报道